我来了 房奴们嘱咐我回到古代 抄底房价 夺回他们的荣耀 至于怎么回到过去 赶紧下去吧你 来来来 两块玉拿着 这些地老子要了 没有买卖就没有沙海 在这场肮脏交易后 房地产诞生 而房价赛亚人一般 越战越强的武林高手 从此变图天下豪杰 掀起一轮轮旋语腥风 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地球仍然笼罩在 被他支配的恐惧 要拯救天下苍生 必须回到过去 把房价扼杀在摇篮里 汉潮 屌丝出生的刘邦 自然明白屌丝的痛苦 老婆儿子热炕头 房价嘛那自然是十分和谐 一个月工资两百次 一间别墅也不天 路边算命算哪个快 拖拖的 手起刀落 干掉房价 你将为王 算了 等你拿得起剑了 我再取你逢命 你逢命 逢命命 唐朝 拳打印度 脚踢突厥 文质武功那是 唯一名远洋 在这盛世的帷幕下 却飘来一丝 不祥的气息 哎哟 安德广沙千万见 老子唐唐高级官员 竟只入得起郊区啊 卧靠 这房价还没你妹的大头房啊 之前想搞我是吧 玩蛋去吧你 装了逼还想跑 赶紧追到宋朝 这货躲哪呢 眼前无限繁荣的商品经济背后 隐藏着早已化身为大魔王的房价 一破房子要九千四百关 我一个月赚三关 一年三十六关 这他两年还没攒到元朝才买得起啊 嗯 元朝是啥 这你们还让不让人呆了呀 赶紧去明朝看看 结果房价又练成一种邪门武功 危害苍生 啊哈哈哈哈 我终于买到房了 别高兴太早 三个月房价涨了 原来的房东还来找你 哥们儿把插架补上吧 什么鬼 晚清 外国炒房团一路杀来 结果中法战争一爆发 嘿 这帮洋人就怂了 富贵险中求的犹太炒房团团长哈通 冒死在上海 搞了一大片房产 广大国际有人纷纷弯下膝盖 像黑恶势的地头 我这死要发呀 知识分子在民国 那是有钱浪的不得了 业余还能投资搞个大新闻傻 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舍透露 那时花一毛五分钱 海吃一顿 不在话下 你走啥 这三套房我就花了一年工资 出来混迟早还是要还的 上面印钞票印的根本停不下来 通货膨胀 买点米都要扛一大袋子钱过去 没有一屋子钞票 你跟我说要买房 以克斯克斯米 到了新中国 住房都有国家管理 人们住在大院或者桶子楼 邻里关系十分融洽 狗少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 后来房地产全途重来 房价达到一血 再后来房价上天 大杀各杀 再再后来 我去火星抢地了 拜拜 你倒是戴上我呀你 你